大家好我是鄭成集團副總經理邱鴻豪Jeffrey 鄭成集團今年邁入第65週年 而鄭成的使命就是以利他的精神作為願景去出發 那我們可以去了解到需求 然後我們來引進跟提供他們真正最需要的設備 過往來說我們在65年的經營的歷程之中 其實我很大的一個挑戰 就是要面臨到企業文化的轉型跟升級 而我本身在這個鄭成集團的一個角色 就是做一個整合者以及一個溝通者 家族使命跟家族傳承是一個驅動我工作 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責任 幸運的地方是我找到我的使命 就是透過不斷的減少貿易障礙 讓全球的消費者都能夠更快速採購到他們 適合他們的商品 就如同我們這次皇家禮炮21年來說 他呼應到的是勇於創新勇於冒險 跟創業的企業家 就像我們鄭成集團一樣 要不斷地與我們的供應商品牌 調和出一個好的商業模式 鄭成集團今年邁入第65週年 我們從現在的攝影器材 跨界到樂器音訊然後到家電 就如同皇家禮炮維持它的一個經典 但是也不斷地挑戰跨界 設計新的酒款來推陳出新 那我覺得這個非常符合創業家精神 皇家禮炮21年調和賣芽 威士忌它對於我來說 它的意義是一個 它是一個地位的代表 那我覺得透過我跟我的生意夥伴 跟一個合作夥伴 然後一起來享用這個皇家禮炮21年 我覺得它的意義非凡 好,好,好,好